女排是锦赛激战震撼 中国女排夺取冠军的形势严峻 因为另外还有三大夺冠热门状态出色 意大利、美国和塞尔维亚各保持全胜 尤其地祖境旅塞尔维亚 以3比0横扫夺冠陪绿排名第四的巴西 令人刮目相看 塞尔维亚是中国女排的老对手 2016年里约的奥运会上 中国女排在决赛3比1立刻对手夺冠 大两年过后的塞尔维亚 随着博斯科维奇的进一步成熟 战斗力在提升 主攻手米哈伊洛维奇 因商缺席 了今年夏天 塞尔维亚女排的一些比赛 但是她敢在世锦赛前回归 如今那日的世锦赛上 米哈伊洛维奇重新展现了世界级主攻手的威力 值得一提的是 米哈伊洛维奇上赛 既在日本女排连赛征战 所以她很适应是锦赛的比赛场地 而且现场有不少日本球迷为她助威 她相当于是半个东道主 米哈伊洛维奇在面对巴西的比赛27后15中 轰下15分 她给了目前的塞尔维亚头号球星 博斯科维奇巨大的火力支援 博斯科维奇毫无疑问是现役世界级巨星 她与朱婷的斗法 从土耳其联赛延续到欧贯赛场 如今很可能又延续到世锦赛 身为攻守 谁的进攻火力更加凶猛 博斯科维奇和米哈伊洛维奇联手 塞尔维亚的进攻很有保障 他们是否比朱婷联手张苍宁还要凶猛 博斯科维奇是接近 米哈伊洛维奇是主攻 如果从位置的角度来看 中国女排应该选朱婷和龚翔宇来对比 但很显然龚翔宇还不到那个层次 光以攻击手的角度来看 博斯科维奇和米哈伊洛维奇联手 进攻火力真不逊朱婷和张长宁 毕竟张长宁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 塞尔维亚夺挂黑绿排名高于中国队 塞尔维亚并不仅仅只有博斯科维奇和米哈 他们阵中另一大主角拉西奇也保持了不错状态 面对巴西一战得到12分 扣球得到8分 篮网得到4分 塞尔维亚属于另外一个半区 暂时不会和中国女排相碰 但是既然中国女排要冲击冠军 如果一路前进 很可能就会碰上塞尔维亚 在目前的独冠配率榜上 中国女排以5排名第三 美国3.50排名第一 塞尔维亚4位居第二 郎平要想率领中国女排完成世界杯 奥运会和世锦赛三连怪难度相当大